就是你學電子科的話 你要學半導體 你剛開始一定是學電子零件電極體的一個使用 或二級體的使用 但是這個是一顆的一個電子零件的一個使用 但是現在人家講幾天我們把那些電極體把它合成一個 做到一個電路一個我們應用的層面 R5IC它是一個很便宜的一個 而且它的產量是全世界前幾名的 因為它的需求可以當計時器 當這樣子的一個震盪電路 或者是觸發電路 但是這個使用的一個需求在高工的電子科它是主科 主科就是必須要考的內容 主要內容 所以這一科有一個零件的使用 你去網路 YouTube 我也是去網路學的 有那個電子科的老師 講解得很清楚 它一個方坡 我們稱為末坡 但是它也想要說弄成四方坡 你要存方坡的話 你的電路的設計要怎麼設計 那個爐洲 他們就有配合科技中心又買濕波器 這個要配合濕波器 但是一般開始我們在導入這個課程 說實在Tinker Pit真的是很好用 對 模擬完之後再做這個電路版的一個擦拭 像我這次你跟我講 那個六月初 對對對 麻煩你 謝謝 我有跟樓下講